黃蝦豬 倒蒜 豬豬傑 倒蒜 豬豬傑 加油 黃蝦豬 倒蒜 黃蝦豬傑 倒蒜 洪秀珠 誰帶我們走出這區 洪秀珠 勝勝 就算我們在5月22 一輪公分好不好 神經支持一二號小組合不好 謝謝 我們在場沒有屁屁多多 達怪險要 我們在場的都是我們桃園十三江鎮 所有最熱情的黨員在那裡 對不對 對 我們熱烈歡迎我們的朱樹傑連丹主席 好 讓我出來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我們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 我們最認真 最黨民 在國民黨最需要他的時候 他勇敢的站出來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我們朱樹傑 洪秀珠主席 歡迎 謝謝 各位來賓請教教 請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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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就座 謝謝 請我們所有黨員先進 大家都就座 我們都來自十三鄉鎮 那麼都是我們自圓來的 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我們還看到有一位 九十二間的老 老大哥 老前輩 他自己從桃園或者帶走到這裡來 我們為你懷孔 我們有看到一個朋友 他才從 龍總的加速密码才出來 大動脈開招 拖著自己的拐杖來到這裡 我們為你加油 我們看到我們師弟來的名嘴 來我們這裡為我們來做打氣加油 謝謝你們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我們今天要非常多的黨內先進同志 是長官 當然也有我們年輕的新生態 我們很多的黨代表參選人 也來這邊支持我們豬豬姐 我們現在一一的來介紹 好 首先是我們桃園三號 周啟光 中立九號李山青 桃園二號李余祥 中立十二號李余祥 輝山湯主九號李余華 桃園十號李東辰 中立一號宋華山 中立二號莊承發 黃國元黨代表參選人 三十一號劉佑祥 二十一號劉佑祥 三十一號劉佑祥 三十七號張鈺黃 六號全如智 十號楊友恆 五號陸耀林 二十三號劉美慧 三十四號朱真陽 大家好 二十八號何天陽 三十四號白鎮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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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感覺姓氏非常好 三十二號 我們一定要一輪過半好不好 好 我們最正面掌聲歡迎我們 紅孝祝主席 謝謝 各位親愛的先進同志 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姐妹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首先真的要謝謝大家 波榮 在晚上 可以跟家人一起吃飯 一起看電視 一起聊天的時間 來到這裡 為紅袖兔 跟我們那麼多的年輕朋友們 一起加油打氣 謝謝大家 我們一起恭喜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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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 我看到 大家 熱切的眼神 看到大家 那麼熱情的 歡呼的聲音 尤其 剛才又聽到東成兄 介紹說今天我們來的朋友裡面 有些年長的 甚至於病體才出獄的 也能夠到這兒來 為我們加油打氣 我內心真的無限無限的感動 其實這一年來 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 今天我們黨裡面 面臨的這麼重大的挫敗之後 還有那麼多的人 不離不棄的 跟著我們 不離不棄的 在這一年當中 不斷的跟我們加油打氣 希望 這個黨 重新在廢墟當中 站起來 重新 帶給大家新的期望 帶給我們大家 美好的一個願景 我真的很感動 我必須要跟大家誠實的報告 這一年多 補選的 黨主席任內 我跟大家講 我看盡了 政治的現實 我也長遍了 人情的能倫 在這麼堅困的時候 我看到了 誰是真正的 願意跟黨站在一起 願意犧牲奮鬥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們看到了 是誰跟我們站在一起 我們在這一年當中 我們也感受到了 我們在過去 加大業大 人家說 我們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黨 但是 有錢 我們照樣失去政權 有錢 我們照樣得到人心 這是我們要深自檢討的地方 但是這一年來 我看到那麼多的朋友 選擇跟我們站在一起 讓我在這樣的監控的環境當中 我倍增信心 這一年 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啊 光是一個 黨產被沒收 光是一個被民進黨追殺了這樣的局面 就幾乎讓我們爬不起來 幾乎讓我們這個黨 要完全的潰散 但是 我不信邪 但是 我們不怕困難 所以修住在這一年當中 我們完成了組織的改造 很不容易 我們 創設了孫文學校 我們要加強我們的論述 我們又一席又一席的 培育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建立我們的制度 在這整個作種當中 必然會 影響到某些人的既得權益 必然會 招致反彈 必然會 招致不滿 但是 跟各位先進同志報告 我們黨 如果要有明天 改革的痛苦 是必然要忍受的 對不對 對 我願意承擔 在這過程當中 我願意來承擔 這樣一個痛苦 如果說 這個改革 制度的建立 組織的改造 話語權的拿回來 如果在這過程當中 大家認為 我做錯了 我願意 在這選舉當中 跟大家說 你可以票不投給我 但是 如果你支持改革 支持黨 必須要明天 必須要未來的 就請你支持 不怕苦 不為難 不怕死的 洪孝柱 好不好 好 我來這邊 要簡單的 跟各位報告 我相信 剛才有很多的名嘴 很多的朋友 大聲的跟大家介紹 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困境 跟我們的處境 所以我不再多說了 我不再重複 我們都很了然 國民黨就算倒了 台灣並沒有好 對不對 台灣不但沒有好 台灣可以陷入一個危險的地步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們在5月13號 我們發起一個 反毒的遊行 我們在台北 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的校園吸毒的現象 越來越嚴重 我們發現 我們食的安全 越來越嚴重 食品有毒 環境有毒 校園吸毒 我們還有政治上最可怕的毒 叫做 對不對 所以今天 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母親節就要到了 天家所有的媽媽 都希望她的孩子 是在一個很好的環境當中成長 是在一個健康的環境當中 能夠得到適當的照顧 能夠有很好的發展 所以在充滿了毒的環境 充滿了讓我們不安的毒的社會 我們必須要起來反抗 對不對 這是我們母親節的心願 講到這裡 我特別要跟大家報告 我很在意 除了剛才所有民主也講到 最近施政的不良 看到今天政府的無能 看到我們對於軍公教人員的剝削 回去了政府的承諾和保障 我們反污民 反剝削 我們要分岩是一定要做到的 一定要反抗的對不對 是可忍 如不可忍 我們把我們的青春碎別 把我們一生的時間 花在我們這個工作的崗位上 我們把我們一生 奉獻給各個國家和社會 我們當然有資格 同時也有承諾 政府也有承諾 保障我們退休的生活 所以我說這點 不用質疑我們必然要求我們的黨員立委同志 在立法院做誓死的反抗好不好 好 如果說2020我們能夠把政權拿回來 而今年我們在立法院 因為人數的不足 我們再反抗 如果也讓他通過這樣的無情無義 沒有同理心的這樣一個規定 當我們執政之後 我們要把他設法 把他反回來好嗎 好 各位親愛的朋友 親愛的先進同志 今天除了剛才 我們批判這個政府 十年失交之外 秀住心中 有一個痛 非常非常的痛 非常難過的痛 我不怕 在國民黨一無所有時候 非常辛苦的 跑遍了海內海外 去化園 去募款 這個辛苦 我不怕 我心裡難過了是 我們如果 沒有辦法 把我們這個黨 在社會上的話語權給拿回來 二十會跟著民進黨 錯誤的路線去走 這是我最心痛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了解 今天我們黨 失敗的原因在哪裡 失敗的原因固然很多 可是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忘記了我們的歷史 我們忘記了我們的黨 在這塊土地上的耕耘莫種跟貢獻 我們忘掉了 我們創黨的精神 我們忘記了 我們立國的主義 我們缺少了我們的中心思想 我們忘記了我們的核心將 這也就是 為什麼我在前一次的 電視政見發表會上 我非常痛心的說 這些年來 我們拋棄了國父 我們丟掉了蔣公 我們忘記了金國先生 為什麼 我們讓年輕的一代 腦中只留下的是什麼 腦中只留下的是 李登輝時代 跟黑金化國的 國民黨的印象 我們讓年輕一代 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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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中華民國的歷史 我們讓年輕一代 沒有辦法了解 我們的前輩 在這塊土地上 所有的貢獻 跟所有的成就 我只要簡單問大家幾句話 百萬之一一樣 經濟的奇蹟 亞洲四小龍之手 是誰在執政的時候創造的 中國國民黨 對不對 我們的教育普及 可以讓三級平物翻身做總統 誰在執政 國民黨在執政 對不對 我們的政治 從威權專制 到改革開放 走向民主 是誰在執政 國民黨 但是 我們都忘記 我們忘記 我們忘記的黃花鋼 七十二劣勢是什麼 我們忘掉了當年那批年輕的朋友 為什麼拋頭弩撒了血 我們忘掉了 我們年輕一代 在現在這些年來 教育扭曲的 毒害之下 忘記黃花鋼 只記得二二八 而這個二二八 又是經過扭曲的 不實的 可惡的 這樣的一個權勢 把我們年輕一代洗腦 我們更不知道 兩岸的關係 對我們台灣的發展 有多麼的重要 我剛才說我心痛 我心為什麼痛 我不怕民進黨對我的誤蔑 兩年多了 從前總統之路 到當黨主席到今天 兩年多的時間 受盡 受盡的羞辱 受盡的栽贓 抹黑 糟蹋 我不怕 我不怕對手 對我的 這種打擊 我難過的是 本黨的同志 對我所說的話 我不了解 我難過的是 本黨的同志 不知道如何去確定 我們兩岸政策的重要性 我難過的是 我們本黨的同志 也不知道如何教育我們善待的年輕朋友 我們未來的路應該要怎麼走 我心裡難過的是這個 我心酸的是這個 我們怎麼把我們應該有的主力思想價值 我們的貢獻 全部拋出腦袖 郭必須說 在我念書的時候 一句校人 用兩句話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活活活活活的好學生 這是我們一句校人所看到的兩句話 走關英國的國民 是不是中國人 是 是不是 是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視頻 我在上一次的政見發表會上 我說了一句話 我說 紅袖主 生在台灣 長在台灣 工作在台灣 奉獻在台灣 我的父母 安息在台灣 埋谷在台灣 父母埋谷處便是家鄉 我確信 我確信 將來台灣 也必將是 紅袖主的埋谷處 所以